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原定於9月16日 在海灘舉行浸禮的6110涼堂 因為颱風關係 改於住棚節期間 一年4日舉行8場浸禮 同步還舉辦名為神光的大型音樂劇 原本定於9月16日 如果遇到台方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先祈禱 而為了避免消息傳遞錯誤 雖然我們沒有發布消息說我們取消 但我們也沒有堅持宣告我們一定要舉行 但我們叫大家祈禱 現在就是住棚節同時這樣去浸禮 和神光劇一起同時這樣去浸禮 我覺得那個意義更加大的 因為神是 在之前已經跟我說的 即是我一天 我睡覺快醒的時候 聖靈就跟我說 他說住棚即是收藏 收藏即是住棚 原來神跟我們說的就是 在住棚節裏做收藏 現在我們真是9月30日 在住棚節慶典當中 我們同時就是為希望有超過一千人去受浸 早於9年前 6110涼堂已經開始在沙灘舉辦浸禮 而今年浸禮是歷來最多人 再加上要跟音樂劇同時舉辦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因為教會人數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的場地能夠容納的人 亦都有限的 我覺得對我們每一個的同工 和弟兄姊妹來說 義工都是一個挑戰 即是神真是讓我們去經歷 一些不可能的事 我覺得我們經常都是 好像神要我們 讓我們經歷信心的一個突破 超越和賣盡 結合音樂劇《收浸》 《土告醫治》 《見證》《美食》 四天內帶領超過300人 缺智信主 800多人受洗 教會更首次推動 分佈於12個國家地區的 28間分堂 同步舉行浸禮 超過一千人受洗歸主名 在住棚節將列過的初熟果子獻給神 這次教會受浸禮 因為我們經歷到一個很大的傷痛之前 就是我太太是小產 我們兩夫妻裡面是很傷痛 但是神在教會裡面 完全醫治了我們的心靈 所以我們很想在教會裡面受診 因為我很喜歡耶穌 祂之前救了我 我之前本來很不開心 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接納我 但是之後耶穌完全接納我 不嫌棄我 所以我選擇受浸入永生 由那麼多人願意歸入主名下 教會也做了很多預備的工作 我們教會就當我們領受一個議長 要去推動 並且我們今年就預約了一架 2600人的郵輪 我們透過這個郵輪 教會就帶一些新朋友 去上遊船 我們有不同的節目 結果有100人相信耶穌 並且我們Friday Night 我們又請到陳明欣 並且我們有不同的報導活動 希望透過我們教會所辦的這些報導活動 就很多人可以被邀請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由暑假7月份到9月開始 我們已經超過有1700人相信耶穌 而每年駐彭節舉行的音樂劇 亦都是一個好好宣揚福音的機會 今年神光音樂劇 亦都帶出很有意義的信息 我們牧師都特別有一個感動 是很想這個劇 去帶出神就是光 所以我們最終命名這個劇 是神光 是因為我們真的知道 這個世界其實是很黑暗 很多的罪在這個世界裡 但我們相信其實耶穌基督就是光 當光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就能夠驅走一切的黑暗 能夠見到88歲的婆婆受洗 又或者一家人同時受診 令人非常之歡喜 終然弟兄姊妹連續四日 馬不停蹄去服侍 但你看到她們滿有笑容 感恩能夠將報導 和針禮的果子結合 在祝彭節奉獻給上帝 在祝彭節奉獻給上帝 在祝彭節奏を打到